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用人名来明明的 当然就由他发表这个定律的人来明明 然后学完这三条之后 就把这三条砌在一起 就有一个叫ideal gas law 普式气体方程式 如果说符号就是pv除以t就等于一个constance 这件事你问我 其实是加减乘除数的事情 但是背后发现这个故事 现在回望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讲这些气体的题目 事源从哪里来呢? 大家都记得我们其实上个星期才讲过其中的科学生之环节 就是讲到我们怎样去量度一些超低的气压 其实就带出一个问题了 我们有超低的气压 但是首先我们怎样去做到这些超低的气压呢? 原来就是首先你一定要由真空崩讲起 然后就讲到我们这些真空崩的技术怎样去改进 到今时今日怎样我们能够做到这么厉害的真空状态呢? 原来都有很长的故事去跟大家慢慢讲 那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愚蠢 就是乌尼投毒 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后来到上个星期的科学生之外才知道原来有什么用 但是我们简单讲讲这个Boys是什么人 是爱尔兰那边的 但是是英国人来的 是那边的贵族来的原来 一定是贵族才能做到这些东西的 这个年代 那些仪器要很矜贵是吗? 是的 你普通的人 你怎样可以拿到这些仪器呢? 就是你希望能够这个玻璃要是这个形状 就是这个形状 你要很多事情请师傅做的 都不是说你买就买到回来 是要你想出来的那些东西 所以一定是贵族的怀意来的 嗯 那这个也是化学的开始 因为这个是介乎这个练金术与化学之间的交界来的 当时有很多神怪的东西 那它也都神神化化的了 但是它神化的东西就留在神秘之后再讲了 那它就是皇家学会 国家社会 这个学会对于当时英国的科学发展 是相当之重要的 绝对是的 我们看回无论你说在那个力学的研究 甚至乎是和这些气体这些学问的研究 之后还有比如对于这些电磁理论的研究 你发觉离不开这几个机构的 当然同一时间就不一定是在英国的 你讲的无论在法国那边呢 他们的学院也都是非常之重视这些这样的 基本自然现象的研究 那这里顺带大家看一看 它应该是一个玫瑰十字会的其中一个成员 这个不涉及科学生 所以我们不详细地说 我们今天回望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这个对那个气压的研究 有没有一些在21世纪重要的科学议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就说想整个真空出来 因为整到真空出来我们发觉会很有用 以前来说真空这件事是很难 只能想象就不能去制造去体会 这里又可以问大家 甚至问台长 你觉得你自己能够 如果要你手上手到拿来 一个最基本的仪器 能够做到一件最接近真空状态的工具 你会想起什么呢? 泵 是的 那个泵可以是什么呢? 可能是你通渠厕所泵 是不是? 就是将它吸到一幅墙 摘了空气出来 然后就硬拉出来 接着你感受到 你和大气压力在对抗 是不是? 那些气还没流进去的时候 你感觉到里面 哇! 照计就是一个很低压 甚至真空的空间 另外就是 小时候大家都可能玩一些针筒 我说的是没有针的针筒 纯粹只有那支 这个交管的针筒 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要帮孩子 孩子去喂药 你都要用了那条没有针的针筒 吸一些些药水 来挤在小孩 那你都知道的 你如果把里面的气全部挤出来 你用到手指弓封住那個窗 然后硬拉 那条管 其实里面已经是一个很低压的状态 那个所以 所以當初的人 如果你能夠去意會到真空的東西 很多時候是要靠這些橡膠的物料 這些吸盤的東西 來去想一下 其實有可能是 裡面是一種很獨特的狀態 跟我們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 而這件事情就直接刺激到 對於那個力學的研究 就是有人提出 如果是一個真空狀態裡面 裡面那些這樣的物體運動就會沒有阻力 那於是動者行動 靜者行靜 牛敦第一定律 這樣就是這樣來的 有人就說 你說就是這樣 實際上實驗有沒有辦法做出來呢? 原來當時BOYS這些人 他們是朝著一個什麼方向來去開發這些真空的技術呢? 原來當初他不是為了做氣體定律的 他就是為了想做真空狀態出來 從而去驗證一下當時一些力學的概念 而去不停地努力去做真空出來的 是什麼力學的概念? 就是在說牛敦力學的概念 就是你如果對時間 BOYS大約是什麼年代的人呢? 哦 他差不多是同期的 但是早了牛敦少許 沙斯比亞死了之後 是的 牛敦稍微遲少許 你可以想像到他這一脫的人 就是已經很接近那個最後牛敦力學的真理 就是大家已經覺得這件事是學術上的共識 但是爭在就是你怎樣將它寫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以及做了一些實驗出來去驗證 就是我會說如果BOYS他當時真的從實驗層面 做到一個很理想的真空 令到還可以設計到一個實驗 幫人家看到在真空狀態的物體運動是會永不止息的話呢? 那我會覺得他出來 就是我會覺得這種的貢獻是會甚至乎是 就是我會說牛敦第一定律 可能都不要再叫做牛敦第一定律了 我甚至乎會說 正正就是因為有BOYS這些人去開發這個真空概念 企圖驗證一下後來牛敦想去提出的 就是牛敦再不要說提出 是去總結出來的一堆力學的定律 那麼BOYS做的工作其實就更加多在這個方向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就發覺到就是說 我去一路抽那些空氣改變了它的大小的時候 就令到裡面的氣壓就會不同了 於是乎又出了其中一個的氣體定律出來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是發展到最近 我們上星期就說了 已經做到差不多是絕對真空了 現在是這樣的 當時在這些啟蒙時代工業革命前的這些基礎實驗 他所謂做出來就不是一個叫做真空得很理想的狀態 就是他頂多叫做一個exhausted的狀態 裡面是低壓的狀態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 其實他只能夠最盡做到幾個percent 就是比起正常大氣壓的幾個percent 就是說一百份空氣他裡面已經拿走了九十幾份了 但是其實以今時今日的標準 還是一個很不理想的狀態來的 如果你說說到他真的步入到二十世紀之前 你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能夠做到最理想的那種真空呢 就要借助到水能的力量了 用水能去擺放在一個管那裡 由水能的重量去拉到一個似乎是沒有空氣的空間在裡面 那裡就能夠做到千分之一 就是十九世紀末的時候就做到千分之一的大氣壓力 差不多了 但是跟今時今日來講的數字是什麼呢? 原來我們現在人類現在的科技能夠做到的真空呢 是等於這個百萬份之一再百萬份之一這樣的氣壓 裡面是你怎樣去想像去意會呢? 平時在一個正常的大氣壓裡面呢 你一個的空氣分子要撞到另一個空氣分子呢? 中間走的距離是以納米計算的 就是變成很快就撞到了 稍微走幾個納米左右你就已經撞到第二顆了 就是大約的數字是這樣 那如果你將氣體壓縮的時候 它們就更加逼了 就更加容易撞到 但是如果在講我剛才說的那種呢 是百萬份之一再百萬份之一的 大氣壓的那種這樣的非常接近真空狀態 我們甚至乎今時今日在工業上面 會將它叫做一個超高真空狀態 其實如果再真空一點就叫做 extra high vacuum的狀態 再厲害一點 那在這種這樣的狀態 比如說這種超高真空狀態裡面的空氣分子呢 它們是說你要走成以公里計的距離 才會撞到另外一顆的空氣分子 那就是很疏落的了 那就是很接近真空狀態的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開發到這種級數的真空呢 就是說一顆空氣分子要走公里計的距離 才會撞到另外一顆空氣分子 就是因為原來在半導體生產裡面 我們不想有其他雜質參加在我們最後的電路上面的時候 最好在那個生產的過程裡面 那個中間的空間就能夠做到這樣的真空狀態 那個空氣粒子 就是多餘額外的空氣粒子的數目 簡直少得誇張的 就是最後在一個空間裡面 甚至乎是直接在一個生產空間裡面 裡面你數到的空氣粒子數量 原來可能是兩隻手數了都不齊了 但是用的方法是什麼呢?都是抽出來的? 是的 這裡其實就要講一點點 就是怎樣去抽的 其實我記得上個星期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都是機械式的動力去抽出來的 那這裡都是的 其實我們發覺 就是隨著我們那個馬達那個轉動的能力做得越來越好 就是我們抽的越來越厲害 當然啦 當初就是那個馬達的性能差的時候 還有我們那個崩的設計 就是你的崩一定要牽涉到有些橡皮的部分 令到幫我去擦乾淨的空間之餘 不要漏氣 於是就可以將那些空氣由一個空間去擦去第二個空間 越擦越誇張 就令到一邊基本上擦到沒有什麼好擦 於是就抽到真空了 那這些很依賴本身的崩子 自己本身就不要漏氣啦 還有那個功率轉動要高啦 那用得這種技術呢 那個崩子呢 就會可以很吵的 因為它不只是轉動要轉動得很快的 而且裡面是要很多很阻力的部分 拙著拙著來轉的 令到你不要漏氣 就將裡面的空間擦得乾淨 就令到將那些空氣粒子從一邊擦去第二邊 所以這一種要用到轉動部分和一些橡皮部分 就是要很重的阻力的這種崩子就不是說很有效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呢 你如果去做到 就是從事某些的研究的行業或者化工的行業呢 有時候會聽過一種叫做油壓 就是不是油壓 裡面是需要去蒸發燒熱一些的油的一種這樣的真空風 那種其實有個名叫diffusion pump 但是裡面是你要去煮滾一些油 那它的原理很有趣的 它就不是說用扇葉來將那些空氣撥去另一邊的 它就用了那些油蒸熱了之後出來的那些氣體 就成為了一個幫你將那些空氣 就將它由一邊打去另一邊的工具 就是它不是用一個實體的扇葉來幫你將那些空氣撥去另一邊 而是將那些煲熱了的油形成了一種 好像實際上一個扇葉的作用 就幫你將那些空氣由一邊打去另一邊 然後那些油自己是會凝結 變回做液體的循環不適 這樣去透過那些油本身一路去噴出來 又變回 又凝結回 又再噴出來 去幫我們將那些空氣一路地從一邊抽到另一邊 這種技術就可以安靜很多的 還有原來都可以抽得很厲害的 就是如果你能夠不要只用一個 你通常就會將那些風去串連在一起 或者將它同時間一起放進一個空間裡 幾個一起抽 原來都可以做到非常接近那種叫做超高真空狀態的效果 就是說你用那些要燒油的那種diffusion pump 其實都可以抽到去 比如說給百萬份之一的大氣壓更加低的 那個氣壓你都能夠做得到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想不想像到呢? 如果這個世界上轉動得最快 能夠將空氣由一邊噴去另一邊的機器 你會猜是什麼呢? 吸塵機 再強一點會飛的 會飛的?那就是飛機 噴射引擎 其實就是這樣的 原來噴射引擎本身就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崩 它將東西由一邊抽到另一邊 是不是? 你將噴射引擎的一邊 將它拱著去幫你抽空氣 其實都可以是一種叫真空崩 那當然實際上用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將它弄得小一點 還有裡面就會有十組 甚至超過十組的不同方向的線葉 那它的客觀作用呢 都是將空氣由一邊扔去另一邊而已 但是只是一個這樣的崩裡面 就好像一個飛機噴射引擎有十個線葉 即是十個不斷開的了 全部就幫你將空氣由一邊扔去另一邊 你會發覺那個客觀作用 基本上就是用到噴射引擎作用的原理 你將空氣由一邊扔去抽空氣 那其實你如果是將幾個這些叫做 Turbo Pump 它們就叫做噴射引擎的那種這樣的崩 將它串連在一起 接著再串連和並聯 適當地組合都好 原來都可以幫我們做到 那些就是剛才所講的 百萬分之一再百萬分之一的大氣壓 基本上就是由這些Turbo Pump去做出來 所以原來我們現存只是用機械的方法 都有技術去製造一個這麼純正的 就是密閉空間是真空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上個星期會提到 我們有什麼方法很精準地量度到 這個空間裡面的氣壓是多少呢? 也都有一個相應的一個叫國際式的 一個叫美國頒布出來的標準 就幫他們做這件事 那現在台長又找到出來的那個圖 其實就是這種叫Turbo Pump 這種這樣的結構 那這個橫切面一拖出來 可能台長你都數到的 後面基本上有超過十塊這些渦輪線葉 就同時間開著的時候 就將上面的空氣都扯下來就向下噴了 是的 開到行 就是上面抽到沒有了東西就噴無可噴 那就叫做抽完 就是叫做抽到盡了 那有時候就會一個搏一個來用的 但是未必是同一個類型 一個搏一個 但是可能後面 它再會搏另外一個差一點的 來幫助它這個Turbo Pump 去再把那些空氣抽得有效一點 都不奇怪了 那又是這個Charles Boyd 他十七世紀到現在 三百多年了 就是他當時 是否預計到這樣 今天發展這個地步呢 但是這個真空 原來有真空物理學的 有專門的學問叫做 Vacuum Physics 是啊 是的 但是有些我們今天就趕不及講了 我們其實講了這麼久 這些真空 都是純粹一個很傳統 經典物理上的真空 就是裡面所有的物質 抽走了就叫做真空 但是如果你回到這個 又去到量子層面 就算你抽走了所有的空氣 裡面一粒粒子都沒有 那裡面的空間 能不能夠是一個完美的真空呢? 在傳統經典力學來說 我們會說是 但是如果你說 由這個量子層面來說 我們就說不是 裡面還有很多事情發生 那這個講不完的了 這個可能要下一次 或者將來有機會 有時候再講 量子世界的真空 是什麼真空呢? 一個很大的課題 那我們今天就完成了這個科學生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 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梁錦祥 有時是 我講不完 алеomet Tapi 借人 我講不完 啊 你們